客官 想吃点什么 给我一盘羊肉吧 好嘞 各位军爷 笑笑心意啊 你倒挺懂事的嘛 哪儿来的 不瞒各位军爷 小的有一个堂兄 换走牛阿妩 在幽州军中吃饷 不知各位军爷可认得 这你们可曾听说 这营中确实有几位姓牛的弟兄 不 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航吾 看你小子这么有孝心的份上 劝你一句 你这当兵的兄弟不投也罢 正你寻个旁的出路吧 此话怎讲 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 在这里吃军饷 怕是过不了多久 你这脑袋也保不住喽 说话小心点 别吃醉了就胡言乱语 这要是被有心的人听到 当心你的脑袋 多谢各位大哥的救命之恩啊 可是这幽州城是我朝重镇 如此津津有条 哪至于此啊 初四内侍之后 都督便闭门不出了 这别地的将领 都赶着上表为贺 入京树职呢 可咱们这位倒好 谁的面子都不给 闭门不出 足足已经七天了 这回头太子要是怪罪下来 闭门不出 那卢江王怕是要背 连累我们幽州蜀军 全部都丢了性命 话说咱们那王将军 你卢江王还是殷勤呢 一条身上的蚂蚱 到时候难免也会背 杀了呀 得过且过吧 来 喝酒 喝酒 没想到李月 竟是个有亲有义 有骨气之人 那就好吧 多谢各位大哥纸条明路 那你们慢慢吃 小的先走了 吃饭吃饭 来来来来 阿道 这次登门 我不知是否能顺利回来 若是傍晚我还未归 你就带上太子之喜 叫阿准带你离开 那个卖货的 为何是他 不知道 就觉得他是一个 值得托付的人 可是 这是失令 这回总不会再撞见你了吧 好 作为太子救部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东宫生变 我等早已归顺朝廷 岂容你在这儿撒影 东宫的余孽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我是来见卢江王的 卢江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我是来给卢江王指一条明路的 那你倒是先说来给我听听 幽州已是弃子 岌岌可畏 卢江王不带兵讨逆 难道要坐以待毙不成 简直是一派红颜 等等 都督小心 这个人可能是朝廷派来的探子 看来我猜得没错 王爷如此紧张 定是在筹备违逆朝廷之事 对吗 既然被你猜到了 那我正好送你上路了 王爷既有此心 永宁死而无憾 永宁 你是小永宁 我只恨不能身在长安 与太子殿下共同御敌 如今一人苟活于世 永宁 你可以逢兄化吉 太子殿下在天之灵 也可告慰了 唐叔 从此世间再无永宁 欢我长哥便好 属下罪该万死 王将军无妨 起身吧 早就听闻王将军激警骁勇 今日一见 果然一员呼叫 永宁 你不要怕 太子殿下虽然已经罹难 但唐叔定会护你周全 明日我便派人送你去一个 唐叔 我此次前来不是为了寻求庇护 而是来助你一辟之力 今夜 chi 我来儿子 早楽 我来儿子 好 恶 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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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王将军 久等吧 是 你便是那几个刑伤的主师 刑伤多久了 有数年了 将军 车是空的 你敢耍我 王军阔 数年未见 你真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你是 你是阿施勒布的英师特勤 阿施勒笋 你好大的胆子 你胆敢到幽州城来自投罗网 若我没记错 可是王将军主动想要 我早就知道这其中有诈 不过跟我想要的东西比起来 把你这颗向上人头送到长安去 那更值钱得多 你现在去长安 怕是有去无回吧 我来送活命之法 我来送活命之法 而有人 却不想要 师父 你自己写得真好看 师父 你在写什么 活命之法 活命之法 武功秘笈 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看李渊 他敢不敢吃下 师父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皇太子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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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师父 你这是 从现在起 我什么都不怕了 坐吧 怎么 怕了 你到底要谈什么 秦王一入主东宫 幽州危如雷乱 形势如何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与其坐等面网 我劝你们 利用幽州地形之力 自寻出路 王某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 岂容你在这儿大放厥词 你口口声声说你忠心朝廷 那你为何要在背地里搜寻铁石 不就是为了私注兵器 以备起兵吗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 你是为了进攻新朝太子 王将军觉得不动心 只不过因为驾马不够罢了 若是可汗想助你们城市 缺取铁石 算得了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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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其动 这笔生意将军若是想谈下去 无论是这样的战马还是兵器 滑石乐部都会无穷无尽地提供给幽州 好 如此相助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秦王的实力你不会不知 幽州虽乃重镇 但若想起兵自力即便能取胜一时 但又能坚持多久 不如归附我阿施乐部 由我们扶持 莫说与秦王抗衡 就算是取而代之 也不是不可能 想让王某听命于严厉那个狗子 你休想 既然如此 告辞 走 走 将军 要放箭吗 派人跟上 摸请他们的驻扎地点 是 走 走 走 回去告诉你家将军 我家特勤不喜欢这样 若是再跟过来一步 脑袋落地 若是想明白了 在草落外积一条白金 到时候次会有人跟你们联系 走